1969年1月29日 海德出生于日本和歌山市 海德原名叫保景秀人 父母在室内经营着一家酒吧 他是家中的独子 年幼的海德十分喜欢绘画 他曾立志到想要成为一名画家 因为他向往漫画中纯净美好的世界 但是后来发现自己患有轻微的色弱 无奈之下他只能放弃了当画家的梦想 1983年4月 海德在大阪那所美术学校就读高中 他在这个时期开始续起长发 在学校他认识了一位热爱音乐的学长 他开始慢慢地接触音乐 海德说 音乐和绘画一样都能表达那些无法言语的故事 所以他便一头栽进了音乐的世界里无法自拔 他加入了一个乐队担任主唱 后来因为队友们都因为升学和前途的问题而选择离开 乐队不得不解散 随后他加入了彩虹乐队 并担任了主唱和词曲创造的工作 乐队的名字取字法语 意为在天空中的桥也就是彩虹的意思 海德将绘画世界的鲜明视觉感带到了他的歌词中 他的歌词不是简单地将华丽的词枣堆析上去 展现在眼前却是一个鲜明生重的世界 90年代可以算得上是日本摇滚乐队的名胜时期 在海德的带领下 彩虹乐队从地下乐队 跻身日本一流摇滚乐队 被列为平成摇滚四大家之一 从1922年 他们的第一首单曲发现后 就引来了众多歌迷主题 1996年专辑出入发射 专辑销量突破百万 从此一发不可收取 在千禧年左右迎来爆发 1998年到2000年间 他们发布了13只单曲和3张照片 其中有8只单曲破百万 2只单曲破千万 以X-Japan为首的视觉系乐队 在音乐界和潮流界的大厦四方 不过彩虹乐队公开表示自己并非视觉系 因为他们要营造健康和主流的形象 即使在多年以后 X-Japan的主创EHP 邀请他们参加2016年视觉系摇滚乐队的成会 海德和其他领域成员都是以solo的形式参加 而被彩虹乐队的名号 但随着全球化的浪潮 以及日本的经济腾腿长大 海德以世界舞台为自己的梦想而努力 其中也寄托了他想突破日本的国界 在世界上取得成绩的梦想 在2001年乐队宣布暂时休整 成员开始各自发展 接下来海德开始了自己的solo专场